那上下 我们看到的现在真的是很多天有异象 这个在2014年11月14号拍到的就是 你看到它在出隧道 出了隧道之后 整个天上居然出现了一片的光芒 所以这个光芒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办法判断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2014年11月14的时候 保健你看到 突然天空就一变的红光 然后这红光就变一个黄光 然后白光非常的亮 想起来是一个超级大爆炸 可是呢周围没有暴风 周围没有任何的震动 然后这个光芒就突然之间不见了 那什么爆炸 不知道 好像是有个能量 突然开启了什么东西 能量又被收回去了 然后不只是在这个画面 然后在去年的时候 11月17号晚上 又是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北方 出现了一个最奇特的一个画面 这什么东西 它就是在北方西伯利亚 1000平方公里的人都看到 好像是天空人突然这边有一个 好像是一个螺旋状的雨 漩涡 然后突然之间打了一个光芒下来 然后这光芒像散片一样 从天而降的光芒 从天而降 它不是闪电 不是闪电 宝贱你知道为什么 它在这边呢 足足停留了两分钟 如果是闪电的话 它至少会接地 它从来没接地 没有接地 没有接地 就在天空这边 沉了两分多钟 很久耶 很久就是好像有什么东西 一个大的能量把它撑开 所以你看这边一个螺旋状 然后往下撑 可是后面呢 更奇特的事情又出现了 怎么样 我们这如果快展一下的话 这个白色光突然不见了 不见之后呢 就出现的是宝贱 这个画面 这个呢 突然之间呢 好像呢 螺旋光是变成側的了 然后側的时候呢 一直有东西 往前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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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出什么东西来 跑出什么东西 然后最后呢 你看到前面的时候 好像这里 有个阴影 然后前面呢 有个圆形的东西 就冲了出来了 这个呢 就让人家会想到的是 霍金的宠动 其实霍金呢 它在霍金谈宇宙的时候 它特别讲到 陆分头太空旅行的时候呢 它特别做了一个设计的画面 就是这个画面 就是这个画面 这就是去年俄罗斯 你看到没有 发现画面 后面是不是也是一个 大的一个窝旋 不断的旋转 然后前面有个东西 一直往前挤 一直往前挤 往前挤 然后最奇特的是 当那个前面的一个球 越来越明显的时候 对不对 当那球出现的时候 后面的整个东西 自然的消失不见 这好像就是 真的就是一个东西 透过一个挤出来 一个东西 然后就不见了 那么跟我们上次在讲 大强子对撞机的时候 天上也出现一个窝旋 然后一个光铁 进到这个窝旋 然后这个窝旋就不见了 是的 这很像就是 霍晶其实它就已经 告诉你说 这宇宙中 如果我们做时空旅行的时候 就有这个现象 霍晶在霍晶台宇宙里面 它特别讲说 如果我们真的做出来 可以穿越虫洞的火箭 它里面呢 在它讲的那个报道的时候 你看这一个火箭 保险你看冲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同样的一个画面 对 当你一个火箭 进到虫洞里面去 一直往前挤 但是我在虫洞里面旅行 那我要回到 到另外一个时空 我要出来的时候 它这个火箭呢 你看前面 也是一个窝旋 不断地旋出来 然后不断地往前挤 往前挤 然后火箭呢 一穿出来之后 后面那个虫洞呢 就不见了 就回归了 消失 就完全地不见了 所以是不是 在俄罗斯上空 已经有这些虫洞 在那边不断地旅行 不断地出现呢 之前我们已经谈到了 南极有非常神秘的金字塔 南极有非常神秘的外星基地 你现在没有办法解释 这样子一个痕迹 是怎么弄出来的 现在就有人把它 给整理了 我们来好好地看一看 南极这些神秘的地方 这几年南极非常神秘的事 是出现了很多裂缝 除了我们看过 有这个裂缝之外 这次蓝尾80度 但是在66度那边更神秘了 在66度呢 这上方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你看得起来 像一个弯月形的一个裂缝 就弯月形 这个裂缝 可是呢 有人换个角度一看 而且它是有高低的 你看它竟然像一个 洞穴 一个路口 一个巨大的路口 宽呢 大概400多公尺 这是什么东西 在南极这边 怎么有一个巨大空间 而且往西南一直走 一直走 也在这边呢 而且又出现了一个 也是一样一个裂缝 而这裂缝更奇怪的是 更神秘的是 你把冰在紫棋的 轮印进去的时候 你现在看到 这边有一个结构物 这什么结构物 这结构物不知道 紫棋南有一个结构物在这边 然后往它下方一走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说 这边呢 有个冰呢 是非常的平整的 这个平整的像圆形一样 可是呢 你稍微角度一看 而且你刚刚仔细看下面 下面像罗马的殿堂 有一根根的柱子 就这样裂了起来 而再往它前面一边 它海上还是会跑的 因为这边有个轨迹 跑了出来之后 这轨迹 轨迹一个巨大的球 竟然是会跑动的 这是在66度 所以他就说这些裂缝 绝对不是因为全球软化 然后你看到这样一个东西 有人在猜 它到底是什么 是一个UFO 停在那边 还是一个巨大的 我们很多巨大的 天线裂震 也是一个圆形的 大家就说 这个地方是够诡异了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 过去 在南极有一些零零星星的这些图案 有金字塔 有一个神秘的洞穴 现在把它结合起来 它的所有的地点 都有神秘的关联性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也同样的在80度那边 那已经是南极的正中心了 那绝对不会是因为 全球冰龙裂开的 保险你看 也是一样 这个雪茄形的一个裂缝 是哦 而且这个裂缝更急的是 而且他是俄国人发现的 俄国人是在2011年4月 先看到 保险那怪的是什么 那时候是一个细的 是一个窄的 11月的时候 它再来看的时候 变宽了 变大了 表示这个裂缝是有活动的 它在扩大当中 然后它在往旁边一看的时候 因为它在一个山壁上 往旁边一看 更吓了一跳 竟然有四条裂缝 好像在向它前进 然后保险 有四个轨道 有四个滑机 四个滑机在那边 然后在滑机那边 再上去看的时候 那前面呢 竟然好像四辆个坦克车的造型 所以它也特别去做 你在上面看 这四个东西 而每一个呢 那绝对不会是地球的坦克 因为它每一个呢 长度照比例来讲 都二十公尺以上 这么大一个东西 这么大 而且有人从侧面图一看的时候呢 保险它还是有高高低低的 好像真的是一个立体的车辆 在那边走 然后地面上挖出了四条裂缝 所以南极这边才发现说 奇怪了 怎么有这么多裂缝 有这么多的基地 而且更奇特的是说 南极发现说 这些神秘的出现呢 跟火星 近来有点点呼应了 跟火星有什么关系 因为南极这边捡了很多的运石 而这运石发现 很多都是来自于火星的 从火星来的 ALH84001 科学家就直接证明 它里面的微生物 那个痕迹 就是来自于南极的 没想到最近呢 因为我们在火星上 开始做了很多探索 保险也看到了 很多很奇特的东西 这是NASA最近公布了 一个火星的照片 NASA公布的 很多人就非常好奇的是 第一个你看 保险在这边呢 好像一个火山口 对不对 圆顶 圆顶 可是中间呢 竟然有个圆球 而这圆球看起来 像是一个圆顶 而这圆顶呢 这右左边这边呢 好像还有一个管道 然后我们到时候南极呢 最近农兵之后 也看到很多山头呢 往上看的时候 它是有非常清楚的 四条对称的零线 很像金字塔 没想到在火星这边 也有金字塔 也有这个金字塔 所以火星这边也很奇特 这边有一个金字塔 然后你看它仔细看 这个零线 是不是也是 非常清晰清楚的 站在也在一个裂缝里面 保险你仔细看 这就是火山上面的一个 火星上面 一个裂缝 可是在仔细的 轮印上去的时候 上帝不做直角的 可是这边你看 在这个裂缝里面 竟然有一个立方体 像一个实体一样 也在火星上面 所以火星现在呢 也是透过这个 普通的去看 它的裂缝 都有很多奇怪的神秘 所以南极有这么多怪东西 好 讲到这个 就要讲一个 非常玄奇的东西 这个 在这个 我是觉得很多东西 都没有讲到过的 我一定要讲这个 为什么这一段呢 就拉扯到 这个南极下面 有一个神秘的基地 现在有一个 注意 有一个叫Brand 自称叫Brand的 一个59岁的 美国海军的军官 他是Iowa College 他的毕业的 他的专长是 航空维修的工程师 那么这个档案呢 已经见到叫 DT DD214 Documents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故事是说明 在2015年的1月2号 有一个叫匿名的 是海军军官叫Brand 他在1983年到1997年 在南极参加一个救援任务 他的飞行时数是4000个小时 包括在南极内陆来回300次 然后他执行任务的时间 每一年的9月份 到第二年的2月份 这一段时间9月份以前 刚好是科学任务结束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南极比较暖的时间 所有人都没有了 就扔到他了 每一年的9月到隔年的2月 那么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退休以后将近20年 他发了封信 给美国一个UFO的 很有名的一个网站 说明有这件事情 就是说他在飞飞机的南极过程中 看到很多奇怪的东西 这个就是他在 因为这个是9月份以后 基本上快要碰到永夜了 这个是他激励的时候那个情况 他说他飞的是Flying Cargo 也就是西郊山洞 那么他的任务执行叫做VX16 VX16 这个是他们专有的名词 那这个VX16 20年后已经解散了 所以他把这个秘密 透过网络告诉大家 他说什么秘密呢 他说他们从这个基地 南极的基地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我先要讲一下 这个里面有几个重要的点 这个中间紫色的 是所谓的南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中心 然后旁边 宝洁 我们以前不是讲过南极有一个洞 就是那个洞 就是那个洞 他就讲那个洞是真的 他看到过 他就讲了这个事情 给暴露出来 然后这个地方看到silver disk 银色的碟子 银色碟子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冰河 这边一条冰河 然后下面呢 还有一个科学家有失踪 也就是说他执行任务 这边还有一个地方 叫David Station 那么他们呢 离南极点五 就是说离这一点 大概五到十麦的地方 有一个洞 但是什么地方他不知道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数十名科学家呢 因为他要运科学家去 送科学家在这个地方 洞的附近 消失两周 消失 消失两周 可以在南极待两周 对 两周 然后两周以后呢 他说奉命去接他们回来 接的时候 这些科学家脸是苍白 非常恐怖的样子 然后接完了以后呢 他就碰到UFO 在山里面 环山而行 他有个洞以后啊 他那个发现呢 空中你看 这是他的想象图 有很多不明飞行物 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事情呢 就看到一个洞 这个洞我们以前讲过 但是这个洞 这个是我想 我觉得它是画出来 真正这个洞 不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洞 出来了以后呢 在洞的附近 有不明飞行物的徘徊 然后这个里面呢 最后 然后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1980年11月20号 他有得奖章的 美国海军颁了他一个奖章 这还不是唬烂的 就叫他不要随便乱讲话 可是他20年以后呢 还是把这个秘密 所有这个洞的秘密 攻注于世 当然这个里面 还有很多详细的情况 有机会下次再跟大家细讲 好 专长 过去我们刚才跟外星神明 在探索的时候 是阿雷西伯望远镜 可是现在阿雷西伯望远镜 坏掉之后 现在居然是贵州天眼 这个已经变成全世界 跟外星接触最重要的具体 是的 这个是在贵州那边 用科斯特地形呢 特别做了一个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 无线电放那个望远镜 而且它有多大呢 它直径是500公尺 它是一个圆锅 整天在这边 然后它是快速的去收集上 这么大 天空上 天上有很多的无线电波 所以你看打下来之后 它全部的把你集中出来 要过一个解读 中共是花了22年的时间 才在这边把它给打开出来 你说盖这个贵州天 也花了22年时间 22年时间 把这边的几个村子的人 都清光了 清光之后还不止这样 因为它不许能受到任何的干扰 周围5公里之内 所有人都清空 而且一点声音 一点的讯号 一点的电子设备都不行 它们要去接收到天上的一个讯号 它不但是接收天上的讯号 它也会放射讯号 阿雷希伯望远镜 就是在1971年的时候 打出一个讯号 就27年之后 竟然在地球上出现了一个 阿雷希伯的麦田圈 而中共这个 它去年开始启动 今年年底之后 才会正式的公布说 它到底效果怎么样 可是保洁 它的这个接收能力 真的是还蛮强的 它收到什么 因为它收到了一个 一万六千光年 那么远的地方 一个脉冲星 它们的一个讯号 保持这么远的地方 一万六千光年的地方 它已经直接收到了 代表着它接收天上 如果真的有外星文明 在沟通的时候 它可能会接收到 虽然科学家在宇宙中 发生一个非常奇怪的星球 非常的巨大 你想说那天然的吗 可是它有些 非常奇怪的轨道 所以想说 是不是一个神秘的太空船 比地球还大的太空船 在太空之中呢 不但比地球还大 比我们太阳还要大 是地球的一千倍 是人造的吗 至少一千倍 可能是人造的 但是现在不知道 现在这颗星球 叫做KIC8462852 二 这颗星 这颗 这个星体 它的位置在天鹅座 北方的天空望上看 天鹅座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位置 就是说这凯普勒望远镜 在2011年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 所谓叫眼星 叫Trancy计划 这是地球 这个是那个很大的行星 那么如果这个拉一条线 它在这个中间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 因为遮到光线 这光线就会掉下来 这个就要眼星计划 那么很多很多数据 但是这个数据太多了 这大数据 Big Data 所以它必须要来分辨 哪个是有这个现象 很多图 所以找了志愿军 所以就是号召很多人 OK 都参加了 它觉得人脑 跟我们讲人工智慧相反 它说人脑 对大数据做出来的图形识别 比机器要好 比电脑要好 所以说它就用人脑 设计了很多科学家 还有包括老百姓 在2013做这个计划 因为图太多了 结果2013 找到什么 找到也很奇怪 我们先讲 这个叫做Light Curve 那么这个是木星 木星如果是在眼星里面 一点点下来 大概可以光度掉个1% 而且掉一下子 顶多几个小时 马上回上去 就是一条白的 那地球对不起 只有一点点 太小了 所以我们以木星来看 木星 然后紧接着 2011年3月份出现了 它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掉了一个线 掉了15% 那很多 而且一周才恢复 这么久 多大东西 因为掉了越久 表示你的东西越大 你眼心过去 而且左右不对称 这是2011年3月 因为这个确定要数据才行 就有一个东西被遮住了 对 遮住了 好 这才不算稀奇 到了紧接着 隔了一段时间 他又发现到这种现象 又掉了 掉了更深 掉了20%到22% 而且左右不对称 越掉越多 越掉越多 左右不对称呢 那表示他不是行星呢 要球形才是行星呢 对不对 对称是左右不对称 而且如果你是一样的东西 你跟每次掉的时间是一样的 怎么可能 不一样 而且他掉的深度也不一样 是 这就很奇怪了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两个事情以后来 2013年的2月又来一次了 Huge Complex 好几个连在一起了 刚刚是单独的一个对不对 对 好几个一起掉 突然跑出好多个 有大有小 最掉的 最大的又掉到20% 所以说我这边有红字 所以somethings there 有东西在那边 比地球大一千倍 所以说 有一个巨大的物体 在太空挡住了光 这会是什么东西呢 推论一 这一个星体 这幸运它过去 可能星明在那边晃 第一个 推论二 星球碰撞 这个就讲到 我特别带了一本书来 名字一模一样 这个是我四十几年前 的一本翻译的书 时报出版 时报出版 星球一模一样 就是说碰撞出来的东西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一群冲向恒星的彗星群 冲进去 因为彗星群很大 一层撒样在上面 这个占多数 因为后来 今年发现 有一个东西在那个地方 它会吸引这个彗星进去 但是呢 是不是怎么刚刚好 这个彗星刚好落在 地球跟这个星的中间呢 刚好落在那一点 刚好是那一群 太臭巧了 最后一个呢 是不是一个 用尽能源高智慧的行星 正向这个恒星呢 吸取 我们不是讲个太阳吗 吸取能量 吸取这个东西吗 是不是类似 而且利用一种地月距离 一百倍大小的物体 地球跟月球距离 乘一百 这个物体大 至少有这么大 在那个地方 吸 有点像Dyson Dyson球是恒星 但是它是恒星外道的行星 所以科学家到现在都不知道 另外一个学说 这个泰比说 会不会刚好 这个是星际大战 刚好打到以后 突然一下子爆升 但是不可能 它重复出现了好几次 只是规律不一样 那么 现在呢 这科学家呢 用了很多 现在今年开始 用了这个 Spacer望远镜 这是今年才加的 然后另外呢 SS也是望远镜 两个很大的望远镜 来看 看到什么 现在呢 把这个全世界最好的望远镜 是Green Belt 绿弯望远镜 这望远镜是Berkeley的 好 我现在最后放一部影片 就是Berkeley 把这个事情说明 然后我这个结论先跟大家讲 他说这不是一颗行星 它不是一颗行星 它不是一个行星 它是人造的 不知道 他说这不是一颗行星 那么现在他们还是在 继续地研究 那研究的结果呢 还没有出来 但是它不是一颗行星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这个就是 这个SETI的一个 现在计划的负责人 Chief Scientist Berkeley SETI 他说 宇宙之大 我们现在利用各种的雷达 什么东西 对着星 外面发射信号 接收消息 别人是不是也可以来 收我们的消息呢 我们收它 它是我们的可能 好 他说就发现这颗行星 在这个地方 他说 现在这颗星球 现在是他们要 因为它接到任务了 2016年 下半年 它还是最终这颗行星 这个是可以讲 very large 但不知道什么东西 这外面闹了一圈 是不是人造的呢 会不会是彗星钢 我讲的呢 不是彗星 它会是什么东西呢 但是Berkeley 就是这个科学家 说 现在这个东西 非常的神秘 在整个银河系里 非常神秘 这个很怪异的星球呢 是不是 这是2016年 8月12号讲 是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在里面 像Dyson球一样 外面做了各种东西 吸这个能源 就是Dyson球的概念 最后他讲 这个东西 可能不是一个行星 是什么东西呢 到现在为止 还不知道 所以 Newsweek在今年 这个月 特别做了一个专辑 特别做了一个专辑 这个就是Newsweek 特别讲这个故事 这是9月 这是9月7号 Newsweek的专栏 专门讲 这个奇怪的东西 好 那上下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 天空本来之前 说某几个地方出现了黑烟圈 早不过现在看到的画面 而这个黑烟圈 你当然觉得 那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照呢 可能没有想到 当你怀疑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时候 它就证明给你看 现在已经从欧洲到了美洲 甚至连中国大陆的辽宁都看到了 是的 我们过去的时候呢 在2015年的时候呢 在哈萨克这边 突然天上出现了一个烟圈 反正这烟圈呢 在上面跑来飘去 拍了四个小时 可是奇怪的是什么呢 下面是没有工业区的 下面是没有任何东西的 那怎么会有黑烟圈 怎么会有黑烟圈 这样排出来之后 而在空中这样子 突然之间出来 然后就在空中这样一直盘旋 而且以这样的烟圈的状况的话 你应该很快消散 没有 它居然在空中待了很久的时间 它足足四个小时慢慢飘过去 而且呢 中间你看它经过了电线 经过了鸟友飞过去 这个为什么重要是 因为科学家就可以检验 它是剪接的还是真的 因为从那些动作 穿插过去发现说 是非常真实的 它是真的 它是真的 然后在哈萨克这边出来之后呢 过了一个多夜 布里洛斯阿里斯 在阿根廷南免中的边边 也突然出现一个烟圈 而这烟圈几千个人同时看到 看到之后 但是它很奇特是 它就一分钟就在空中里面 一个突然凌聚起来 突然就完全消散掉了 阿根廷 然后大家就两年 一年多来在讨论 这种烟圈是什么 就是新的一个什么 优腑的一个状态之后 没想到在8月12号 下午大太阳的时候 在它大连这边 海滨这边 大家都看到了一个 新的一个烟圈了 这是大连的 大连这烟圈一出来之后 保健你看 远远的一看呢 一个烟圈就溢出来 在天空这样飘着 而飘着的时候慢慢飘 结果它也是一样 越来越凌固 它足足六分钟之久 而且它摆是一个圆形的 还会变形 它一个圆形的会变成是一个 平行四边形 然后当它变成平行四边形之后 突然就消失了 所以天上就说 现在的UFO越来越怪了 而且这烟圈出来之后呢 还会不断的变换不断 所以我们看到 它是从哈萨克 到了墨西哥 到了布林诺斯艾利斯 现在又跑到中国的东北 都是这样子 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天空黑烟圈 其实关于这个UFO和外星人呢 最近呢 是被讨论很多 保健 这是一个 最近流出来 被讨论很多的一个影片 是什么 这个是来自于他们说是 1964年 51区里面 秘密流出来了一个影片 是在51区里面的 51区里面呢 他们说也有一个 所谓的这个疫情 而这个疫情呢 他们抓到了以后呢 就拍下了一个录影带 然后结果呢 他出来之后呢 他是用英文 跟那个受访者 在做一个对谈 他们讲英文 他会讲的是英文 所以你看他用英文 但是他英文的过程中 可能是 离地球人是远了一点 所以他英文里面 有嘎嘎嘎的杂音 但是还是英文 而谈的人是非常精准的英文 然后跟他对谈呢 可是呢 他讲了以后呢 很多人呢 听了以后讨论很多 为什么呢 他说他其实不是外星人 他是我们人类的后代 他是人类的后代 从做时光机来的 做时光机 穿越时光而回来的 然后为什么要回来呢 是因为他要搞清楚 我们的祖先到底搞了什么事情 把地球呢 是核战毁灭了 环境毁灭了 地球未来会毁灭了 所以他是 他是后代的子孙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呢 已经演化成这个样子了 你说这个被怀疑说 他是蓝皮书里面 封印的档案 留出来的 对 他们说是蓝皮书里面 出来的档案 然后说他要回来主教 所以他说他叫做观察者 他就是要回来观察一下 到底是什么环节 让他们后面过了 这么苦的生活 人变这个样子 人变这个样子 然后这出来之后呢 而且呢 他们前面呢 就出来了一个蓝皮书的封面 说他是一个被禁止 而现在终于公开的一个画面 所以这画面一出来之后呢 四分多钟 讨论很多 大家想说 真的吗 1964年 真的美国5179 有抓到这么一个人吗 可是呢 有这样的审讯 有些人也觉得说 这个东西呢 还是有很多讨论的空间 为什么 第一个 他有这个蓝皮书 可是他没有说蓝皮书里面的文件 是讲这件事情 第二个是说 他呢 说他进来之后 他被抓了五天之后 他就离开了 可是人类 这么邪恶的人类 怎么可能放他走呢 不知人类怎么可以抓得住他呢 怎么可能抓得住他呢 在这个是整个拍的过程中呢 就只有他一个黑影 在那边做一些讲话 只会点头 没有其他的动作 感觉太生硬了 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画面还值得斟酌 可是真的没有这种画面吗 结果保洁 还有一个是 CIA曾经用一亿美金 也就是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虽然流传非常多 点阅非常多 但争议也非常大 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有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但接下来 那个是号称 CIA花了一亿美金 所买下的一个图画 而这个是当时 前苏联的科学家 进行一个外星人的解破 而这个就被认为 真实度相对来的高 这个是何耀生在1948年 也就是前苏联的51期 卡普斯金牙二 曾经说他们打架了一个飞碟 然后里面有外星人 然后当时就一直传说说 他们有抓到外星人 而且进行了一个解破 然后后来是当苏联解体之后 传说是CIA用了一亿美金 终于买到了这个画面出来 而这个画面出来之后 大家就觉得说 他的讨论为什么这么多呢 因为保洁你看 他这边呢 有真正的人类在进行一个观察解破 而且在观察解破的时候呢 他们里面有人要描述 而且看到的是说 拿了一个锯子 要锯开他的肚子 而那个锯的过程中呢 人类那个 你看他们旁边的人施工了 手的那个力量 动作的样子 是合理的 是跟人类的真正的动作是一致的 看起来这个就不是这个剪接 或是没有佐证的 然后后来呢 当他切开之后呢 他们四个人还扳不开他的肚子 所以还要四个大汉 用力的把他的肚子给拉开来 我用锯子把你的肚子给 我还拉不开 还拉不开 而且像你看到说 这个画面出来之后 真的那四个人 标形大汉 在那边怎么样把他拉开的 那个画面 一看的话就跟我们人类 真正在做这个动作是一致的 所以呢 其实是不是真的有欧福被抓到 但是呢 现在51区说1964年有一个 而卡普什金牙尔呢 出来这个画面呢 好像我们人类还真的 实际解剖过外星人 好 那上下 我们看到了 印尼巴厘岛的阿贡火山喷发 这个我们就晓得了 也看出现了历史里面 到目前看到画面 最诡异的就是 你从空拍的时候 竟然出现了神秘光点 阿贡火山呢 现在已经喷发了 而且有强大的吐石油 但是呢 日本的向日葵八号卫星 今天拍到白天 看到没有 在那红圈子里面 今天有神秘的光点 而这光点呢 一直打一直打 那怎么会有光点 一段一段 它呢 其实是肉眼看不到的 它是因为向日葵那个卫星呢 它的那个整个的话数 是一亿两千万 所以它可以直接穿动 微红海线 而看到的 那包括贵鬼夜是什么 因为向日葵卫星呢 摆在那边 是看着整个大西洋 太平洋的整个季后 没想到竟然有这个画面 所以大家赶快回去看 因为向日葵呢 是每十分钟拍一次 每十分钟拍一次 就会看到呢 是像这样一个画面 其实阿贡火山 开始喷发的时候呢 你看一下子 就会突然跳一个点 一下子就突然跳一个点 其实是阿贡火山 在喷发的时候 一直有打信号一样 不断的放出这样一个光影 这个光影不是连续的 它是间接的 然后强度呢 你看这个图呢 回去看这个向日葵火山呢 它也不是完全一致的 是好像有点打信号 但是这什么信号 没人知道 所以现在还在解读 这一个火山爆发 火山爆发会打讯号 而且打讯号 而且这讯号的能量呢 肉眼看不到 可是宝洁 它上面已经有 六千米厚的一个火山灰 结果它竟然还能够直接穿透 只有向日葵可以看得到 只有向日葵 而且它是向天空飞的 所以它到底要打什么讯号 现在变成是很奇怪 一个火山爆发 竟然有这一个奇怪的讯号点 可是这更怪的是日本自己呢 它自己也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火山 叫阴岛火山 阴岛火山呢 最神奇的是说 它是2001年3月13号 它在喷发的过程中 突然看到 也有这个神秘光 下面有一个神秘的光点 有一个光点 它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白小小一个点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最后几乎是达到了半山腰 一个蓝色的 非常亮的一个光芒 你看越来越大 这个光芒不能解释 不能解释 因为你不可能有一个光芒这么大 而且整个压到 你就远远地看的时候 可是最奇特的是 当这个光芒结束之后 天上飞出了很多小篮球 而这小篮球在那边会跳舞 会盘旋 会转来转去 而且一看的时候 把这十几颗 在那边上下的才跳来跳去 像音符一样 看没有 十几颗就这样跳来跳去 大家说奇怪 这什么东西不知道 这什么东西不知道 可是有一个更神奇的 为什么让日本人这么重视紧张 2011年3月14号 你要知道13号发生的事情 而3月11号 就是攻城大地震 311大海啸 然后也曾经在日本的朝日新闻 也播出来 曾经也是像那个蓝色的光球一样 有一个光球飞过了311的 那个攻城市的上方 没想到后面 两天之后 在鹿鹅岛外海的阴岛火山 他们就在这边出现了 所以是不是他们在观测什么 再了解一下日本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所以这个卫星 一个地震 一个火山 都有这个观察 都在同一个时间里面都会出现了 所以是不是在观察什么特殊的 事实上火山跟这个UFO不明飞行物 一直很有关系 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墨西哥的波波卡特佩特 火山在喷发之前 你会看到一个蜘蛛状的光影 从那边飞过去 后来从它上面游天而向 直接就冲了下去 那波波卡特火山 然后住了三天之后 就这个东西 对 有个光影就直接冲了进去 然后过了两三天之后 好像在里面探索完毕了 又是一条长色光影 直接冲了出来 同一个位置又喷出来 同一个位置 喷出一样的东西 这是最有名的就是波波卡特佩特 是有一个最特别的是说 保洁这个火山喷发它 能量已经非常大了 可是有一个火山喷发的时候 你拍照的时候 在它的上空你看没有 那个这种红外线 这个是靠照热人的 它的上空竟然有一个 比火山口还大的能量 而且不断地扩大 不断地扩大 可是肉眼也看不到 这个能量是什么东西 好 那范老师 你就帮我们带来一个 非常珍贵的画面 它是2014年10月16号 星辰5点钟 一个长荣的班机 从温哥华飞到台湾 就没有想到 离近台湾半个小时的上面 拍到了神秘的光点 它神秘的光点有什么了不起 你知道这个神秘的光点 到了西方去 去进行了判断 它是真的 它是真的没有办法 去理解的光点 对 2014年10月16号 发现把影片post 到美国的MUFO 那美国MUFO MUFO是什么 MUFO 就是美国的UFO的总会 全世界要有很多分会 是 美国U服总会 总会 你说刚刚那个影片 跑到了美国U服总会 对 对 然后你注意到 我这写了一个original 就是这个影片 是传给这个 这个MUFO的影片 然后经过了 今天是2018 2018年的2月18号 在YouTube上 post上去 三年半的时间 所以表示说 这段影片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运浪 MUFO看不出假的地方 好 第一个 把这个影片传上到媒体的是 英国的Express快报 英国快报 然后以后就疯狂传 传到现在 我给大家看的影片 好 大家可以看 这个在台湾的上空拍照 我这里面只数到六个 第七 有一个是两个合在一起 有一个进到云里面 这都是 一 二 三 四 这边有四个 那实际上可以看到 七到八个 就这个光点 对 然后进到云里面去了 所以这个影片 你说这个在长容的扳机上 用iPhone的手机拍下来 这个拍照片的人 叫Henry 徐 一个徐先生 他本身是飞行员 开私家飞机的 所以经过训练 所以他不会乱拍 你看一 二 三 四 他是用iPhone 5S的手机拍的 iPhone 5S手机拍 拍出来的影片 然后拍出来以后 就马上送出去检查 结果现在回来 发现到 所以他才知道说 要送到哪里去 他才送到了美国优服总部去 对 对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光点 完全是在飞机的下面飞 这个是35000尺 所以这个还不到35000尺 拍的这个情况 你看很清楚在移动 当然台湾是 他快要半个小时以后 才降落到台湾 所以说在台湾前面半个小时 所以到底是在 应该是在台湾海峡 另外一边 还没有完全到达台湾 但是已经快接近台湾了 然后拍下来这一段影片 然后人 事 时 地位 你看 很清楚 很清楚 你可以慢慢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至少有六个 很清楚的光点 跟着你飞机 不是很同步的在飞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然后很明显 这是长浪班机 经过调查 BR0009 就是2014年10月16号 从温哥华飞台湾 降落前半个小时 在凌晨五点钟 对 好 然后我们看这个影片 人事实力物 通通都具备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现在进到MUFO MUOFN提报的档案编号 大家都可以查到60750 这是一个叫许先生 或者徐先生 我不太清楚 不是许就是徐 然后人就是这个人 是由加拿大飞台湾 然后在目击看到 拍下影片 然后他代号是UFO舰队 都服舰队 因为不止一个 有七八个 然后时间 2014年10月16号 清晨五点钟 快要到达台湾前30分钟 然后地点来 自加拿大的温哥华 飞台湾 坐在长用的班机上面 看到 然后人事实力物 是看到什么 突然间 他看到机窗外 他是有十个 但是我数没有十个 他看到十个 他们在飞机下方的云层里 漂浮 分散的范围 刚刚看到非常的广 对 然后非常壮观 他马上 因为他本身是具有 飞行常识的飞行驾驶 上星期才在温哥华 开过飞机 知道这个飞机 通常不会近距离的飞行 以防止碰撞 所以不可能是飞机 外形也不可能是原型 而是发光 它也发光 所以说他认为不是飞机 这一段影片 它是用iPhone 5S 36秒钟 然后这个里面 他另外抓 所以傅老师 以你的知识来讲 它也不可能是飞行器吗 不可能是飞行器 因为如果是飞行器 像这种情况来讲 除非你速度 你要跟这个 这个常识的班次 同步 也不太可能像这样子 然后这是他把他的光点 放大 一个 这个样子 特别特写 抓了一个 然后这个就是 这个光点 快要近云的光点 抓了一个 所以这个呢 影片呢 传到现在 也是莫中一世 我们可以看 我们这个是做的图板 就是这张 这个快要近云层 你可以看 一 二 三 四 这里面有两个 五六七 然后另外一个 进到云层 就是这一个 你说这两个这么近 这两个光点这么近 对 很近 这两个是很近 然后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然后这个也是 已经进到云里面去了 所以表示说 这段影片 它所发生的人事实力物 统统都具备 好 那说一下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画面 也是 它是发生在西伯利亚 到我们看就是 当你开车开车 你旁边 这是什么东西 一个庞然大 这是这一年多来 讨论最多的 西伯利亚的神秘圆球 在一个雪地上 有人开车出来之后 神秘圆球 你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球 它在这边看到的是一个绿色的 在雪地上 一直往前快速地滚动 快速地滚动 它有什么这样的动能 可以让它一直往前滚 不知道 因为这地是平的 所以它尤其这么大一个球 那是怎么出来 开始发现最神奇的是 突然停下来了 停下来之后 开始放出各种闪光 你在这边看的时候 它好像中间的 这个球有光 有光源 然后一下是紫色的 一下白色的 中间又好像说 我们一个闪电球一样 里面有那闪电的痕迹 然后这个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而且最奇特的是说 宝洁这边是这样看到 另外还有一个画面出来 也是看到它在地面上滚动 可是在中间一边看的话 它是蓝白光 也是这样一直在滚着 所以有一个神秘的球 就突然出现了 而这个也是 在西伯利亚 这个很多神秘的事 2015年 又在西伯利亚 又在西伯利亚 这在贝加尔湖的上空 然后这突然有一个球 好像是一个流星 这样打下来 可是宝洁打下来之后 你看到神秘的是说 一个流星出来之后 它突然往前伸出了一个 再伸出了一个 竟然分成了三块 这有什么特别的呢 如果说是一个流星 或一个运石爆开的话 对不对 它应该会四散的 可是你看到没有 它会散开来的 它会散开 它好像是 我往前面吐了一口 所以你说如果它在空中炸开 它应该那个力量 是往四面八方散开 可是没有想到 它在这变成是 一个一个低漏出 好像是我走一走之后 我往前吐了一个 然后前面这个 再往前吐了一个 然后一直往前吐 然后它是一个直线的 然后讲说这个呢 是不符合我们现在地球上 所理解的任何的动量平衡 你看物理学 这也是非常奇特的 而西文利亚还有一个奇特的 也是讨论很多的是说 天空之中 宝洁看 有一圈云对不对 突然云 破了一个洞 破了一个洞之后 一束白色的光线 直接就打了下来 打了下来之后 大家看不懂说 很多奇怪 天上怎么会突然吐一个光呢 然后上面这么亮 这么亮对不对 可是宝洁你再慢慢看 大概结果整个画面 然后一分多钟的时候呢 突然这光线会变得更亮 更亮 然后你眼睛都看不出来 光线有什么的时候 你会发现大家上半段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吸了一个像人形一样的东西 有东西跑出来 有一个人形的东西 就开始被吸了上来 然后快速地就吸到 那个光束里面去 这都在西伯利亚 都在西伯利亚 然后吸进去之后呢 你会看到这光呢 本来的 你看不懂 都会跑下来的 一个人形的东西 就直接被这样吸上去了 而且它大小呢 人家算这个比例呢 是我们一般人的四倍大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就这样直接被吸上去了 而更神奇的是说 当它吸上去之后呢 这个光呢 竟然会慢慢地 慢慢地缩回去 光收起来了 光会收起来 如果说你是阳光照下来 就有一个洞嘛 它会慢慢地收 然后你看 慢慢收 慢慢收 然后最后呢 天上那个云的洞 也通通被补起来了 就补起来了 就不见了 好 那范老师 你今天要帮我们介绍的就是 刚刚讲到的 俄罗斯居然可以让狗 在水里面生活 它在那边呼吸三十几分钟 还可以正常地活下来 这个更怪了 这个是俄罗斯的太空站 看到了天使的画面 对 这个 保洁 这个是李靖七号 太空船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李靖七号 这能翻成李炮七号 也没有关系 这个事情呢 很有意思 这个也是苏联解体以后 露出来的一个苏俄的航天的 极大的一个机密 到现在来讲 也没有人说承认 也没有人说不承认 但是一个很怪异的现象 就是在1984年的7月12号这一天 他们美 这个俄罗斯 就是前苏联 前俄罗斯的第一个太空站 不第一个太空站了 第一 最早的太空站 李靖七号 特莱斯密 这有六名太空人 突然看到 你也可以说是天使 也可以说是奇怪的东西 我们来看 看到天使 七个天使 1984年 有这三个太空人 第一次看到 这三个太空人 在1984年7月12号 我下面有一段话 我必须要讲一下 1984年7月12号 也就是他们在太空里 待了第155天 在李靖七号的时候 他说有一道明亮的光 很快的 撒进来 然后几乎眼睛要失明 几秒钟以后 他们眼睛又慢慢张开 他看到有七个人形的轮廓 每个都看到了 注意 七个人 六个人都看到了 他说至少有90英尺 90英尺 还会发光 而且看起来很像天使 你知道 其实苏俄是无神论者 他当时不能说是那种东西 但是他很像 有刺嘛 他会发光 所以他们不知所措 而且很重要一点 有一个巨大的橙色的光芒 绕在他的边上 你透过他 可以看到这七个天使的身影 十分钟后就消失了 这是第一批 这是第一批 所以不是一个人看到 不是一个人看到 六个人 六个人看到 而且六个人 这两个人说确实看到 这两个人 也就是这边的这两个人 一个叫做Atiku 一个是Curib 这两个人 他特别说看到 这个是在国外的媒体里面 强调 特别强调这两个 这是第一批 第二批 1984年7月17号 还有第二批看到 第二批 7月17号才上去的 做T12号的太空船 上去 这三个人 进了以后 这就是三个 做实验的人 一个叫做Saviskaya 这是一个女生 这个Valk 然后最后是这一个 我箭头指的 这个是Keyman 这个是Keyman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 特别强调 他看到的是 不可解释的现象 然后看到了以后 他们加入不久 这个李静7号的太空船 又被这个天使拜访 回来了以后 他停了237天以后 在当时的9月25号 回到地球上来 第一个 做强烈的心理测试 然后全部告诫 不要公开 是被苏联 列为最高机密 那这件事情 列为最高机密 那这个里面 就有图形 他十分钟看到天使 这个是他们 假设的画面 等一下我有影片 我有影片 这个样子 然后呢 官方说是集体幻觉 集体幻觉 集体幻觉看到同样的东西 是集体幻觉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影片 这是李静7号太空船 我们很快看一下 实际上 这个在这个太空船 或太空站上 他看到的东西 美国的NASA的太空缩上面 那个Shuttle Bay打开来 放行李的那个地方 也有就是那种奇怪的人上来 跟他们太空人见面 这就是123456的太空人 我讲了这两个人 就是关键人物 这个也是关键人物 这三个都是关键人物 他们都看到 而且都说确实有这件事情 刚刚那个记录的事情 就是这三个人 这两个人是照片上有的人 他说他看到 是这个样子 有90英尺 他27公尺 27公尺的样子 7个人 1 2 3 4 7个人长得很高 然后还有翅膀 然后还有翅膀 在那边飞 飞的时候跟他们讲一些事情 10分钟就消失了 10分钟消失以后 是第一批 第二批又消失了 后来呢 李静7号不敢用了 废弃了 不敢用了 不敢用了 为什么因为那些 他不是因为坏掉 不敢用 外星人可能认识这个太空船了 有事没事又来一下 你看两次 你看这是美国的媒体 Huge Angel 超大型的天使 在太空里面被看到 苏尔的太空人都呆住了 这是他们这个消息 但实际上 其实也不止苏尔 美国也看到了 这是美国也看到 这是美国的NASA 其实这个哈勃也看到 哈勃1994年看到 好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就很有意思 这个SOHO 这个是专门观察太阳的 也看到 它有几张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 很有意思 SOHO卫星看到 SOHO卫星在太阳周围 也看到 类似这个天使 有翅膀的太空人 哈勃也看到 哈勃的资料 1994年 被封锁了 看 这是SOHO看到的 这是SOHO看到的 在太阳四周 SOHO看到的 SOHO看到的 这四个 所以表示说 这种天使 导播可以照一下 表示说刚刚这个天使形象 不是1980 1985 这个苏俄 这个太空人看到 连这个SOHO太空站上的 SOHO这个 人造物营上的 也看到 是哦 长这个样子 对 所以表示说 你看 也看到 也看到 所以表示说 这种形象的东西 都是 而且这个 阿波罗11号的太空人 他基本上来讲 也看到一些 奇奇怪的东西 我们以前都讲过 然后这个就是说 太空人 在太空里面看到 有星星 点点的东西 所以表示说 1980年 在太空站 8到9尺的ET 在上面 看到太空站上面 呸露的东西 所以表示说 太空里面 不管是 东方的 苏俄 还是西方的 美国 都看到 不可思议的 人形的东西 不知所措 好 专下 这种坦克的 波罗地海底下 有一个神秘的结构 天年鹰 没有想到 现在科普奇亚 真的已经接近了 而且把它画出 它的方位 画出方位以后 吓死了 是 这个天年鹰 在波罗地海里面 过去的时候 科学家 要用去摄影机 一过去 手机 通讯 还有摄影器材 全部都不行 所以他们这两年 用各种的扫描 去扫描之后 发现这个东西 真的不会是一个冰岩 是一个特殊的结构 真的是一个结构 所以宝洁他们特别公布了 千年鹰真的是一个结构 它现在这个完整的结构图 首先你要看的是 它是被刻意放的 它在后面 有30公尺的一个跑道 然后停在这边 宝洁你要看的是 它整个这个千年鹰 东南西北 它的位阶 对的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NW 所以是1 东南西北 它是定的非常清楚的 它的方位是正北正南 正东正西 对的 而且它发现要刻意的时候 它在水下是75公尺 厚度是4公尺 然后发现说 这里是最奇特的 它下面 好像有什么特意的电高 这下面的8公尺 还看不出来 它是什么结构 你说这底下还有东西 底下还有东西 所以它是被架高的 一个8公尺的一个东西 然后更奇特的是说 它真的是一个特殊的结构 是什么 过去的时候 就是过去的时候 它发现说 它这个物质不是石头 是特殊的金属 是地球上没有的 而且是一拐一拐圆圆圆的 像复合材料 这样凑起来的 现在它的结构更清楚了 最高的这个地方 是最高的地方 厚达8公尺 发现它很像一个建桥 然后是好像有人 在可以这边指挥的 然后这里两道 是一个轨道一样的一个结构 然后更特殊的是 这边里面好像是有进出的 所以这里和楼梯 对称的一个楼梯 然后他们想说这个千联银 真的太诡异了 不晓得是怎么怀疑 而且是非常正确的 按着东南西北这个方位 摆得正正的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光点 是2016年7月4号 在Tutson Arizona的上空 出现的光点 注意到的光点 一个变两个 两个变好几个 然后到处变化 但这个不是X37B 一下出来一下不见 X37B它有固定的轨道 我就知道啥 这个不知道 你看看它这个点站 你看闪烁 从这边看 突然变亮 就不见了 这是第十名 这第九名呢 是2016年8月2号 在Missouri的拱城 拱桥 St. Louis出现了一个光点 St. Louis的一个拱桥 密疏里州的 你可以看 这个是时间 2016年8月2号 这个点在里面走 你就是2016 突然又跑到这边来了 对 一个神秘光点 这个看到的人 是好几万人 而且雷达 所有东西都看到 然后它在这个面 定住不动 是看着拱桥还是什么 然后突然 它又跑到这边来 你看这红色的点 然后一直往下掉 这个是第九名 这2016年8月2号 在Missouri 第八名呢 第八名的是 2015年 这个是在雷诺 美国的堵城 雷诺的上空 有一个蓝色的火焰 你看这蓝色的火焰 会砰砰越砰越大 这在机场 问题很明显 这个是2015年 11月加州的雷诺 看到了 然后这有点像 PERM 在俄罗斯 PERM 在机场上面 这种的类似 机场上课 你看 也就是这样张开来的 这个也不是飞弹的轨迹 什么都不是 你可以看到 它从另外一个角度照 哇 好像一个云雾一样的东西 张开来 这个是第八名 雷诺看到的 对 在美国的雷诺 看到了 堵城 雷诺到洛杉矶 这条路上看到了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在变化 有点像飞机的 AirFoyer一搏面 第七名是什么 第七名是在波兰 波兰 波兰 这个是在飞机上拍的 你看到一个东西在那边 在这个地方 对 这个跟我以前飞机上的东西 又不一样 你看一块东西 很明显在那边 不知道什么东西 你一个石头的话 照理上早一掉到地上去了 如果浮力很高的话 也不可能像这个样子 所以不知道什么东西 这刚好是用 某一个人的摄影机拍到的 还有两个翅膀的样子 这个是第七名 那第六名 我们等一下看 第六名很有意思 它还一直在那边跑 这个是照 进照派 它就是相对运动 因为它飞机也在动 所以它也在动 所以不见得它的速度是这样 主要是跟飞机比较 它的速度是这个样子 而且旁边就是云城 好 现在我们看第六名 第六名是2005年1月28号 看到没有 天上在墨西哥的上空 幽浮舰队 2005年1月28号 9点25分早上 闪光片 就好像创下那天讲的 小的无人飞机 撒一道天上一样 这么多 这么多 表面上看这么大 实际上看可能都蛮大的东西 这个无数的点 这个在2005年1月 在墨西哥造成轰动 因为这光点 吸引地面人都下坏 太多了 根本抓了 这个雷达物上都是 你怎么知道什么东西 所以表示说 这种不明飞行物体的东西 代表的东西 不知道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 X37B 在轨道上追踪的 就可以看到 这是2016年澳洲的墨尔本 你可以看到 有个东西在那边跑 保健你知道 以前我们放过一个 在51区上空 有一个跟它类似的东西 是 51区上空 是我放的 也是2016年 你看 也是这种类似的东西 就在停的 像一个小气球一样 其他东西 不知道什么东西 OK 就是这些东西 它的结果呢 不知道 但是留给大家去参考 好 宣 是 报告这一开始 给我们一个非常奇特的影片 在地球观测月球的时候 竟然从坑洞 跑了一个不明飞行物 而是那是一个有名的太空学者 他是清楚的 这没有造假 他想说怎么有这么多 奇特的优服 而这么多的优服 才让我们对于整个太空充满好奇 宝洁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 澳洲史上最多人募集 而且最知名的优服事件 1966年4月6号 当时是在墨尔本市郊的一个高中 全校师生都看到有一个飞碟 飞了过来 而且还降落在学校附近的空地上面 保洁 更重要的是 所有人都募集之外 三个金属圆盘 他也不只是一个 他降落之后 等到他起飞 竟然这些所有的目击者 都看到有五架飞机 随即追赶 我刚刚看到是当地的报纸写的 当地的报纸有报道的 保洁 但是这个故事很妙 只有当地的一个地区性报纸 连续把这件事情 做了一整周的头条 但其他报纸 所有的报道都被压掉了 当地有一个电视媒体叫Channel 9 Channel 9所有人都记得 我不是说这个目击者很多吗 他们都记得Channel 9第九频道 做了一个专题 结果五十年之后 这一个特别我们再去查问Channel 9的时候 他说对不起没有销毁了 但Channel 9的政策 是所有的影片都会留在档案库里面 什么都有留 就是这一则报道不见了 为什么 他到底有多生病多特别 保洁你看这整个所有的报道 都是地方报纸 地方报纸报道完毕之后 其他媒体都噤声 为什么 因为当时唯一募集的这一位高中老师 他说他在接受访问之后 讲得非常详细 说我们看到了三个幽浮降落在地面 五架飞机来追踪他 报道完之后 有一群穿着黑色西装的人 MIP来了 抱歉 他还不说自己是MIP 他说我是澳大利亚的密情局 我威胁这一个科学教师说 你绝对不可以再接受访问了 如果你再多讲任何的事情 我们会散布消息 说你酗酒 说你有失声恋 我们会毁掉你的人格 我们才会讲 斗垮一个人先斗凑 他们先把他斗凑掉 而且他讲明了 所以这个事情后来更妙的是 相对来讲 有媒体说 我们看到五架飞机 五架飞机到哪里去了 结果所有人去查问军方 跟当地的飞行记录 发现毫无任何记载 没有任何人类的飞机 去追踪这三个飞碟的任何记录 军方否认 当地塔台否认 没有任何人承认 但所有人都看到了 结果更特别的是 2014年最后 澳洲政府承认说 我们有去做放射性物质检测 2014年才解密 才承认有这么回事 而且还没完 他们还说为了要消毒 我们还去烧灼过那片地面 所以当现在16年17年的时候 媒体在去的时候 发现他们降落那块地 到现在长不出草来 真的假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所有报道 那块地现在寸草不生 导播我们看 这块地还在 也就是这块地 它降落的地方 你说经过了几年 50年 50年旁边都长草了 只有这个地方寸草不生 保洁 所以1966年的澳洲 这一次的优福募集事件 是澳洲史上最多人 这整个高中的师生 因为他在这边 停了20分钟 高中所有的师生 约莫200人 全部都看到 但事后媒体报导 小到没有办法分辨 所以大家都讲 这是澳洲第一次 确定有优福降落 而且确定有MIB进行情报操作的目击事件 另外一个 也是解灭了 在1987年是以色列 以色列既然也看到优福 我们知道 原来在中东地区 除了伊朗 以色列 埃及都有很多这样的报告 宝洁 以色列军方在这里 为什么特别值得信任是 以色列军方是不开玩笑的 他才不会跟你讲说什么 大家开玩笑了 这是愚人节 每以色列军方随时面对的都是敌人 所以当时当他获得报导说 我们这边竟然有一个优福降落的时候 以色列军方如临大敌 特别派出部队跟研究员到现场 把那个优福降落地点的土壤 全部都挖走 第一个 以色列这一次的飞碟形状像一只鸟 他跟我们以前所说的飞碟 是不一样的 导播我们看 这个是他的心意图 他居然不是圆盘状 也不是雪茄状 他居然像飞鸟状 但是你说这是飞鸟 以色列军方想说糟糕了 你看那是1987年 30年前 他想说是不是新的战斗机 或是新的无人机 我一定要把底下烧灼的痕迹 通通拿回去研究 他做的研究 就像我们讲的气象分析仪 把里面所有的元素 通通拿来分析之后 得到一个很奇怪的结论 他说烧灼的样子 很像用高新碗值的 高效率喷射染料 但问题是 高新碗的火界 所以有可能是人类 但他说等等 地球上所有的高新碗值燃料 在裂解工厂制造的时候 都要进行拖辣的动作 但在这个场地里面 我竟然同时发现大量辣的痕迹 跟高新碗燃料的组合 没有拖辣会怎么样 包姐 没有拖辣 这燃料是不会出场的 所以以色列军方说 不对 你看我看到这个分析 只有一种可能 除非这个飞行器 是把高新碗燃料做到一半 从工厂里面偷走 否则全世界所有的飞机跟飞弹 都不会有这种燃料特征 所以他不是人类制造的 所以包姐 他推出来的结论 以色列军方的结论很简单 我不能解释 是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军种派出来的飞行物 因为地球上没有这种燃料 包姐 讲到了前苏联的幽浮秘密党案 竟然CIA拿到了这个资料 把它给公布出来了 Document Release 42346 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他写得很清楚 他说一个UFO 坠毁在USSR境内 然后很多人说 这个就是相当于美国 1947年新墨西哥的 罗斯维尔事件 为什么 因为这个 因为据这个里面讲 这是CIA的档案里面 因为据这个里面讲 俄罗斯手上有五个UFO 这个简密资料里面 因为太多了 我没有办法讲出来 这个里面注意到 这是一个纤维网 这是一个纤维 注意到这个纤维 这纤维什么特别呢 它如果受热的时候 看到没有 它就会变成半导体 纤维怎么会变半导体 但是在真空里面受热 对不起 它就会变成导体 这个东西 这里是一个电解值 就是界电常数了 这个界电常数 它能够受到温度的变化 让它变成导体 跟成半导体 那我们现在的导体 半导体 是里面含这个 含这个元素的关系 不同的元素 它多一点 它就会变 它不是 它是随 同一个东西 它是随温度的变化 而改变它的物性 看到没有 导体跟半导体 差很多 所以 方老师 你这是Discovery Science 里面的这个频道里面 特别讲了 这个坠落的这个纤维 这个纤维 不是地球上 现在的科技 可以做出来的 对 做不到的 而且这个里面 因为这个资料 美国解密 在2010年左右了 所以说 解密之前 其实美国科学家 根据这个KGB的档案 1992年嘛 所以中间 已经研究一段了 所以我在怀疑 美国的所谓 现在很多的奈米 很多的这个逆中的东西 通通跟这个东西有关 通通跟这个东西 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 跟这个直接间接 都有关系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要讲的呢 这个比较复杂了 这是它的球 还有球 这个球状 刚刚那个黑色球 它加热以后 它会变成一个 像玻璃一样的结构 那这个玻璃一样的结构 既不是金属 又像非金属 然后充斥在这个球的表面 受温度的变化 非常大 你看它的物性 根本没有办法 用物理的性质来分析 所以冯老师 你刚刚让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本来是一个黑色的球 结果一加热以后 它居然变得透明 变成玻璃一样的东西 然后呢 这个里面 它讲了 这个块状的合成物 你也可以叫它做铁球 但是这个铁球里面呢 它有它自己的化学成分 包括铁 包括大量的铝 包括铁 包括链 包括锣 包括乌 以及包括骨 在这么小的铁球里面 含有很多 当然还有稀有的元素 那么就跟比利麦尔的 那个综合金属一样吗 但是这个 注意到 你看这张保铁人 讲完全正确 看到没有 韩国人 日本人 都要想买这个球 因为很多啊 哇 俄罗斯可以做生意啊 那刚刚照片不是一堆吗 对啊 它随便抓一点 一克五百块美金 一克五百块 这是一开始喊的价钱 现在这个2010年左右 已经喊到 1500块钱一克 但是现在来 2012年的3月26号 对不起 不卖了 它现在因为 你要的人太多 它没办法供应 卖都不卖了 所以2012年的3月26号 大家注意哈 现在这个东西在哪里展示 现在这个展示场 出来的东西 Alien Alive 它已经写得很清楚 里面东西不知道 它就有这么一个东西 在Las Vegas 内华达 Las Vegas 一个国家的原子测试博物馆 里面 当然 这个就是史密斯奥年的一个分会 在里面有展示 导致你可以知道 有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是到目前为止 像罗斯威尔 美国都没有承认 俄罗斯说我有 而且它这个成品 给你 还告诉你看 在内华达展示给你看 而且成分 它告诉你的特性 其中还有一个成分 没有讲的 它能够受到温度 金 银受到温度 它可以变成钛跟木 钛哦 受到温度的变化 金不见了 银不见了 它可以元素会变化 元素就自己内部就改变了 所以这是 因为这里面 它没有讲到 我就没有想到 最后我要讲一个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纤维是这个样子 放大的纤维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它现场 最后我要讲一点 白剑 这个是什么东古斯 在贝加尔湖的西北方 对不对 这个是目前它现在罗斯威尔 俄罗斯威尔事件 最后一张 它里面现场抓到的很多composition 既然跟现场的东西 既然跟东古斯现场的东西 非常的similar sample 我用这个做今天的一个结论 表示说东古斯事件 很多的东西 都跟这次很像 所以它的远东地区好怪 而且这一次已经知道是不明飞行物体 而且可能苏俄已经掌握了很多资料了 成分跟它现场的东西抓到了 跟它一样 现在看到的就是1908年的东古斯事件 所以说东古斯事件 跟这一次的苏俄的罗斯威尔事件 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 请你下回分解 好 那双向 接下来一个也是被人家揭开 就是当时美国他们弄了一个影片 说他们找到了罗斯威尔事件 就是这个影片 他们做解破 现在确定他说它是假的 可是有个问题是 其实这种的影片流传很多 为什么这个影片流传最广 为什么这个影片相信的人最多 我们一直讲到说有罗斯威尔事件 当时讲说有三个外星人的遗体 就后来被移走了 突然之间这个影片出来了 出来的时候是一个82岁的军方的摄影师 流出来的 然后其实很多很幽浮的 很多外星人影片 大家都常常对他这个 觉得最震惊 为什么呢 因为他拿出来之后 你看他的整个设备 真的是1947年 那时候医疗的一个设备 他用了刀 用了什么 包含周围的那个布景 包含那个时钟 都是1947年 当年才有了时钟 可是真的人家说可能是道具的 最关键的是说 他们有科学家 就专门去检验他的影带 影带 因为是说一个82岁的摄影师 拿出了14卷的摄影的录影带 而这录影带里面 他们去检验之后吓了一跳 因为那个影带 他发现都是柯达做的 16厘米的 而且拿到柯达里面 去对产品的贴号 真的是1947年 所柯达做出来的一个 16厘米的一个底片 而且保险 因为它其实只有14卷 它不是如果只有一卷 那可能是找到的或怎样 它14卷 而且这14卷的批号是连续的 所以大家觉得说 这是真的 因为那个影带 1947年 那时候几乎还是二位元的 而且是很古老的 所以它91分钟影片 它要发到14卷 才能够记录下来 一卷只能记4分钟 你说隔了这么多元 这么多年 你要找那个影片都不可能找到 而且那个机器 你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 你也找不到那个机器 就没有想到 他们这时候就是一比对 14个底片 它里面的序号 批号一样 批号的一样 都是1947年做的 对 都是那一批 而且到了1948年 这个影带就从来没有再出现了 因为新的科技出来了 所以他们想说 因为你再怎么样去仿冒 你再怎么去弄 你怎么可能在50年后 找到那个影像呢 找到那个影带 找到那个机器呢 所以也难过 当时所有的媒体 全部都大幅报道 对 大幅报道 大家就觉得说 这个是很真的 当然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他们出来讲说 是假的 那其实这个假的时候呢 大概出来 大概三五年之后 有些医学专家 就有出来提出质疑 为什么提出质疑呢 第一个呢 如果说他们在看 那个影像的时候呢 这个外星人呢 他的皮肤太平滑了 整个肤质呢 太光滑了 太一致了 任何一个人 我们在脸上 任何一个生物都不可能 你从头到脚 是从不均匀的 所以他们才说 有质疑 可是呢 在这个同时 没想到过了几年之后 俄罗斯说 你有罗斯威尔事件 俄罗斯也动了 我也有卡普斯金亚尔的一个事件 所以他们也就流出来说 俄罗斯也曾经 KGB也曾经做一个解剖 这就是要罗斯留出来的 对 反而这个解剖呢 也为什么引起很多人说 它很真的是 因为呢 刚刚那个罗斯威尔 切下去的时候 好像它没有骨骼的 可是这个呢 它有声音 然后你会看到 切断骨骼之后 看一声 那个声音 骨骼的声音 骨骼被切断的声音 然后甚至于说 在扳开的时候 因为人的骨骼里面 是有些骨骼的 对不对 你要看到他们用力的那个样子 跟人体工学在 终于在拉开的 甚至用锯子钢锯 去锯开他的胸骨 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 这一个KGB所流出来的 卡普斯金的牙尔 就变成大家讨论的消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